推广旗袍生活化 花蓮市形象商圈发展协会 这个假日特别举办了旗袍趴 除了指导女性会员穿着旗袍来走秀 还义卖旗袍所得捐给了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 活动策划人刘莉玲 她希望大家可以穿着优美高雅的旗袍到花蓮来旅游 也对花蓮的美好留下深刻回忆 女性穿上旗袍 整个人的气质和体态立刻变得更优雅高贵 这是花蓮市形象商圈发展协会举办的旗袍趴 藉由美姿美宜教学 让女性会员穿上旗袍 展现自信与魅力 因为我们台北有一个九四旗袍的团体 他们这次要来花蓮看风年节 其实旗袍生活化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 然后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奶奶可能都有家里都有旗袍 在过去这是日常的穿着 但是对现在来说可能就变成说是 一个正式的场合才能穿旗袍 那我们是希望旗袍生活化 在生活间不管你是旅游 日常运动 正式的场合都可以穿旗袍 所以这次利用这个机会 就是说他们来花蓮旅游的时候 我们结合花蓮的一些杰出女性 我们一起来把旗袍的活动推广 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有一个美姿美衣的老师 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大家训练怎么走台步 其实有些姐妹都很害羞 但是经过这一次以后我希望他们能够一次两次三次 我们继续可以把这个旗袍推广 也许来花蓮大家就会想到穿旗袍 除了练习旗袍走秀 这一群姐妹们还意卖自己的全新或者是二手旗袍 所得捐给花蓮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 而除了在室内穿旗袍走秀喝下午茶 星期天他们还要穿着旗袍 前往花蓮各个知名景点户外走秀 希望可以透过融入女性美 让全世界更深沉了解花蓮的美好 借旅会幻视报道